为什么在你眼里我就这么一无是处 既然你这么看不上我 当初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 咱俩交往一年多 我发现你满嘴谎言 我真的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 哪句话是假 为什么你连最基本的信任都给不了我 谁在生活中不会说一点善意的谎言 你根本就是对我有偏见 你自己明明也很虚荣 还一直带给我压力 压得我闯不过气了 你做生意把咱俩结婚的彩礼钱都赔光了 还想让我父母帮你还钱 如果这件事你解决不了 咱俩这个婚也没法结了 有请这对嘉宾有请 男嘉宾小高26岁来自河北司机 女嘉宾小杨31岁来自河北销售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位 这个大了他五岁是吧 现在你还真别说 这种女大男小 走上这个舞台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当初怎么认识她的 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基本已经是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了 是吧现在 是的 今儿来这儿是为了解决什么呢 我跟她认识有一年多时间 但是相处下来我发现 她身上毛病挺多的 她特别爱说谎 而且她做事特别小气 那就跟她分手呗 但是毕竟相处一年多了 说实话我对她也有感情的 咱先把说谎这点事说清楚好吗 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她跟我说家里边条件挺好的 有房有车 而且她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承诺我说可以脱关系找朋友 给我换一个更好的工作 那我刚开始跟你交谎的时候 这不是怕你瞧不起我吗 那你用这些谎话来敷衍我 你觉得我会瞧得上你 但是我这也是善意的谎言呢 我并没有欺骗你啊 谎言就是谎言就是 谎言就是谎言没有善意和恶意之分 你家里有房吗 现在我父母已经答应了给我买房买车了 工作呢 给人换了吗 工作的话我是托朋友找的 但是吧 我并不知道我哥们这么不靠谱 你哥们这么不靠谱 因为我是托他给他找的工作 他说的时候吧 我也挺相信他 哪着跟我吹牛啊 他还骗过你什么呀 还有他说他要跟哥们玩游戏 他是背着我带妹子上分去的 主持人那是我兄弟的号 都是说我俩一起玩嘛 他用他媳妇的号 我俩一起玩 都是说一起上分嘛 并不是我跟他女朋友在打游戏 大家多想了 那我平时工作也挺忙的 晚上我说咱们俩聊聊天吧 你是办的什么事呀 你跟我说完晚之后 你又去约别的妹子聊天了 我哪里约别的妹子了 那天晚上跟你说完之后 我打算休息了 那叫小同事的微信发过来了 聊一聊工作上的事 你就把我想得这么坏了 那你要把话说开的话 我会想那么多吗 那是你自己非要多想的 我给你解释你听吗 那你刚认识我的时候 你是怎么说的 你说我是你的初恋女友 你在我之前 没有交往过女朋友 但实际上 你交往过几个女孩 你心里没数吗 那我不是喜欢你吗 当时一见钟情吗 你怎么跟你朋友说的 你说在我这的话 我就是你前女友的 一个替代品 我并没有拿你当替代品的 我有那样做过吗 一见钟情 那代手的实验能 实验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你这是无缝衔机好吗 那实验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我只要是跟前人分手了 哪怕一分钟跟你在一起 他都是光明正大的 我也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三十一岁 认识他的时候三十岁是吧 对 他当时什么吸引你了 这小伙 就是我比他大挺多的 他也算是挺精神的 然后平时的话也挺幽默的 小鲜肉 也算是吧 又是第一次谈恋爱 家庭条件又好 一下就被他吸引了是吧 对 你还挺会包装自己的 那也不是 那可不是吗 这谁都喜欢 初恋 有房有车 还能帮你找到这个工作 你跟谁学的小小伙子 那我这不是为了追他吗 我喜欢他吗 你是不是骗吗 我答应给他买房车 以后都会有啊 我还有时间得去 有在哪呢 那现在不也没买吗 我很有时间去奋斗啊 你在农村那四间平房 你买个自行车 那也叫房车嘛 那怎么不换呢 再说房车 房车我家都有 你觉得我会在意这些吗 你就这 都到这一步还不分手 说实话我岁数也大了 这不三十一岁嘛 又不是七十一岁了 因为我身边的同龄的朋友 基本上也都结婚了 家里边的话 过世家压力也挺大的 一开始他对我 确实也还可以 经常去我公司里边 给我送个蛋糕 送个鲜花 送个礼物 有时候在朋友圈 发个照片 秀个恩爱 慢慢的时间长了 我对他也投入真情实感了 你父母见过他吗 见过 啥意见啊 我爸妈其实一开始 还是挺喜欢他的 也经常邀请他 去家里边吃饭 但是他挺不客气的 隔三 差五三天 两头往我们家跑 那我这不是没打 你家当外人吗 但是我平时你妈 他做的饭他又多 然后你吃的又少 我去了只是天赋碗筷的事 再说咱们也是吃到 会成为一家人的 你何必这么斤斤计较呢 他每次去吃就吃 他还打包带走 而且吃完饭之后 往沙发上一坐 什么都不干 跟个大爷似的 我当然晚上自己在宿舍吃点饭嘛 您还宵夜呢 去夜班嘛 可以可以 我也第一次听说 到人家吃饭还在打包的 你去我家 你是不是应该请快一点 给我爸妈留个好印象呀 那我也干活是 那每次我去烧碗 说蹲个地产的 你父母说 不用去沙发 那个躺着吧 工作一天挺累的了 那我爸妈就说个客套话 客气一下 你听不出来吗 我哪知道啊 如果父母真有活干的话 或者说这家里缺什么 采米油盐的话 我也肯定会买呀 我爸妈能张嘴 让你买东西带过来吗 还有上次 你开我爸的车出去办事 开回来都爆红灯了 你都不知道 顺路把邮箱加买吗 当时晚上回来太晚了 我心得是第二天 我再去给车加油嘛 结果第二天 也是由于忙活工作了嘛 那第二天也没见你过来呀 第二天不是忙活工作 忘记了吗 你要真放心上的话 你会忘吗 当时你可以提醒我一下呀 这些小事 你都处理不好 你觉得咱们俩 以后怎么过日子 我的天哪 这恋爱谈的 这小姐姐挺好的吧 她有问题 她还有问题的 对呀 她有什么问题 她是卖保险工作的 我跟她这个工作 跟她提过不止一会儿 我说你换个 你别张嘴闭嘴就保险 保险怎么了 是你对保险有抵触 那我到现在 为什么没有换工作 你心里没数吗 还不是因为你一开始 承诺我都没有兑现吗 那你平时不是 跟客户签单 出去吃饭 跟客户吃饭 喝酒啥的 偶尔还会接受客户的礼物 那你们来接受客户的礼物 表白吗 那人家就是礼貌的象征 你是这边的前男者 他那边是合作商 客户送你礼物 那客户送我一个礼物 我是看上你的 还是怎么的 这点人情事故你不懂吗 可是送了什么礼物 化妆品 怎么了 他喜欢客户不可以吗 他这不讲他两套船吗 你也知道 他是善意的谎言 他怕伤害现在的对象 对不对呀 当时我也并没有 做伤害他的事 是啊 去人家 扫荡 开人家的车 报警 告诉人家有房有车 什么都没有 那怎么了呢 跟客户找的 搞得那么暧昧 吃个饭还单独去吃 那咋的 还带你去啊 那为什么不在 公共场合去吃呢 非得两个人单独去吃呢 在哪吃的呢 开个包间 那我们在饭店吃饭 饭店不算是 公共场合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他叫我朋友 在那个饭店工作 然后跟我说的 那我能不生气吗 那你不跟他分手 那你图他什么呢 就是图会照顾人嘛 温柔嘛 哦 说真话了 会照顾人温柔 是图不是爱 但是在一起一年多了 不可能说没有感情 我也爱他 我也喜欢他 哦 你还爱他 还喜欢他 现在你们到哪一步了 我们俩打算明年结婚 然后房子的话 是我们家初 装修是他来负责的 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他做生意 亏了十几万 而且这钱是本来 给我作为彩礼的钱 不是 你是怎么知道 他做生意 亏了十几万呢 他是那么跟我说的 所以你信吗 投了个什么买卖 一赔赔了个十几万 批发姜 生姜 我是在我们那边说 都是说收姜嘛 然后给客户那边 收姜 发姜嘛 你们那边哪边 唐山 唐山那边 唐山那边不是 盛江基地吗 几月份呢 二月份 往哪发呀 天井 用什么物流啊 不物流 配送 还配送吗 配送 今天二月份配送啊 你别张嘴就来了 那当时我确实 为了做买卖 我只是 你做什么买卖 发姜 物流都挺了 怎么赔的呢 因为发不出去嘛 早日 这就发不出去了 是啊 江烂在手里了 不是烂在手里了 全赔了 赔了十来万 彩礼钱赔进去了 还彩礼钱都赔了 有彩礼钱吗 父母哪有彩礼钱呢 行吧 等于您家出房子 对 她装修 是这意思吗 所以好像女生并不是说 图她的钱 对吧 装修得怎么样 现在装修到一半了 钱也没有了 我这不是想拿出点钱吗 当初给了她们家 十万块钱装修费 现在我想拿出一点 周转一下租接 让她父母这都不同意 这个时候开始 跟我计时白脸的 有点 多大的房子 八十多平 八十多平 十万块钱装修啊 然后呢 我想周转一下 父母不同意嘛 然后就跟我计时白脸的 说你要拿出去 这个婚也别结了 如果说我俩分手的话 这就十万块钱 当初给她们的 那个赔偿损失 当时我只是想 让她的生活 过得更好一些 我真的没有想说 怎么怎么地的 说把这些钱呢 想那个想办法 那今天这些形势和局面 你觉得适合做投资吗 再说你事前 跟我说过这件事吗 你尊重过 我的建议和想法吗 因为那段时间吧 张老师将价 他往上涨 就想干一把 但是没想到会亏了 会砸在手里边呢 不是 这个咱就不说了 咱现在就是装修这钱 那这钱怎么会 到你父母手里了呢 当然我把钱 打到她的卡里面了 现在这钱等于 就拿不出来了是吗 对 现在我想拿来 她的父母不同意嘛 那这钱是用来 装修婚房的 你现在把钱拿走 房子还装不装了 咱们这婚还怎么结 那我这不是拿来 走转一下吗 谁没有难的时候啊 那我把钱给你 你要再亏进去怎么办 那你要不尝试一下的 这点钱你们都回不来了 你要说万一尝试 你去投资 万一你说成功了呢 投资这东西吧 本来有赚有赢 咱们也说不好 对吧 那你赚的时候高兴 那你亏的时候 你就不能伤心了 不是 那这装修怎么办啊 现在拿了点钱 剩下的钱可以先减装啊 你不必说现在费清楚 本身十万块钱装修房子 已经够简单了 你剩下五万块钱 你让我怎么减装 咱们可以说先减装一下 剩下的家电的 家具啊啥的 可以后来 那我住毛皮房吗 床肯定是有的 可以后续再买最好的吗 现在出租房里面 不都一样吗 哪个床 哪个简单的厨房 你今天来干吗呀 我想解决一下 我们俩之间问题 这 这 这还 我不知道 你想怎着 给我们几个方向好不好 我也不是小姑娘了 我这一年多 对她也是投入了感情的 我想好好地 跟她走下去 可是她身上毛病 真的是太多了 而且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总是用谎言来敷衍我 我不知道 接下来跟她怎么样 我不知道该接下来 跟她怎么去走下去 行 现在这装修款 都在你们家呢 是吧 对 我们就坐下来 都在我们下个床 我们下一个床 我们下一个床 蹲下 shooter 对 我们下一个床 第二 狗 那 там 我们下一个床 最近 感谢观看 把买车的钱拿去投 一辆车进去 两辆车出来 多好啊 你是真的一句实话都没有 你都要跟一个女人结婚了 你就不能敞亮地 跟人说几句实话吗 这就是问题 你看我呀 三十一岁白活了 还是做保险的 您自己的这个未来的保险 您想过没有啊 你们来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记住一句话 一个男人 如果无底线 无原则向女人撒谎 那么这个男人 是不可能真心地 投入的 他说他爱你 这句话是不是谎言 你也要掂量掂量 你确实有点 说谎诚信了 小伙子 而且他的谎言 不仅仅是一个习惯 已经可以上升到品质了 他因为要追求你 可以不择手段地谎话连篇 那么他在任何的场合 就像今天在这里 他都可以用谎言来包装自己 你这一辈子难道要和谎言过一辈子 三十一岁又怎么样了 找人首先找这个人品要好啊 我们说相互信任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这个人是要真实的坦诚的 否则的话你每天 像佛尔摩斯一样的破案 你也没这个功力和这个能力啊 所以一句话 千万不要挑火坑 好不好 谢谢 来 严老师 正常状态我们要谈婚论嫁了 我们是彼此注视着对方 我们是既有紧张 兴奋的感觉 又有愉悦 尽量要放松的状态 你们俩都没有 男生之所以东张西望 甚至只要主持人一问到什么 关键问题就看向地面 这太明显 因为没有一句是真话 你一看你又往下看 你天天活在谎言里 自己不心虚吗 当你跟别人说 我有房有车的时候 不怕秋后算账吗 当你吹嘘说 我赚了多少多少钱 什么多好的生意 你不怕有些事情败露吗 一个谎言说出去 以后的日日夜夜 都得为圆这个谎 而费尽心机 你才26岁 悬崖勒马还是有机会的 如果继续这样骗下去 最后变成 可能你都认为不是在撒谎 因为你的人生 已经活成一个谎言 你不撒谎都不会说话了 你不撒谎都不会相处了 你不撒谎都不会做事了 想想多害怕呀 所以小伙子 先别谈什么爱情 你先踏实做一个大喜的人吧 我们哪怕说收入不多 我踏踏实实努力 我们哪怕说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我们踏踏实实稳定 没有捷径去走 什么发僵啊 你懂吗 不要再骗人了 女生31岁怎么了 31岁就要放弃自己的底线吗 她是骗你 你是骗自己 一次一次出发她的谎言 还给她机会 还要相信她 哦 她比我想要几岁 她愿意娶我 她还是个不错的男生 这和年龄有关吗 你拜托自己清醒起来 好好算算这个账 好好理理这个经 你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你这笔账算亏了 亏了就赶紧止损啊 你们俩真要结婚 回头你的房子怎么没的 你都不知道 清醒点面对生活 面对现实 我们该算的账要算 该付出的情要付 但是不能乱付出感情 不能去乱相信别人 甚至不惜批骗自己 好好地去找一份爱情 31岁 其实人生刚刚开始 不要把自己套在这个局当中 好吗 改变是她自己的事 你拯救不了她 先把自己弄明白 谢谢 谢谢杨老师 许总 我们为什么会上当呢 为什么会受骗呢 半斤八两 你骗的是财 她骗的是色 你从头到尾编织的 那一些谎言 都是为了得到这个女孩子 所谓的善意的谎言 所谓的我都是为了讨你开心 所以我才去说那些假话 你不觉得这个动机很可耻吗 女孩子也绝对不会像我们以为的那么蠢 明明知道她在骗 还心甘情愿地被她骗 之所以你知道她是个骗子 但没有收手 因为那十万 因为你尝到了一点甜头 你们家人也愿意让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也因为那十万 你有她房子 她出了十万块 家里人觉得好像还不错 仿佛有点积蓄 你也存着一丝侥幸心理 就是她可能没有那么糟 也许有点老底 也许家里有点钱 也许她自己有挣钱的能力 等等等等 你就是被这十万套着 所以这一年多以来 你还甘愿待在这桩感情里 每一次出去谈生意的时候 一定要化上那么好的妆 每一次都是为了哄客户开心 然后让客户好心甘情愿地买保险 你难道不懂人情世故吗 你难道不懂有一些人送你礼物 想图什么吗 你人情世故懂得多得很 但是你就是觉得 从来没有人这么大方地 给了我十万块钱 而且打在我卡上 今天来的节目里头 估计也不是在说 将来我们走不走下去这件事 而是你想分手 想止损了 他想拿回这个钱了 你们家里希望的是 这笔钱就不要拿走 但这个做不到 小伙子现在这么着急地 要把这个钱弄回来 为什么 我猜这个十万 都是猜东墙补西墙 才把这一个钱给弄出来 为什么现在需要四万 或者五万来救急 这是一个最低还款额 或者是说眼前必须得 立刻偿还的一笔 他没有跟你说 我要把全部拿回来 他只要那么四五万 大概也还知道的是 可能你手里也还剩下了 这么一点 在这桩感情里头 我还真不同情 你们俩任何一个 满嘴谎言的 是时候停止了 你可能谎言已经说的 连自己都信以为真 真的觉得自己仿佛 有房有车 未来一片大号 将来可以做生意 真是这样吗 一个卖保险的姑娘 客户有钱没钱 能买多少保险 该给她制定 什么样的理财计划 给她推销什么产品 你心里没输吗 自欺欺人 不要再指望能够有一个男人 突然实现你自己 希望的物质生活 脚踏实地过自己的日子吧 三十一岁 漂漂亮亮的 一切都来得及 警报早就响了 两个人都是时候收手 谢谢迷达老师 没啥好说的了 四个字 真诚以待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为什么你在我身上 看到的全是毛病 而且没有任何优点 大家都是 我往上爬的 我这么做 我这么为了做生意 我只为了达生活 过更好一点 现在我需要拿点钱 周转一下 你父母也不同意 也不同意哪里 然后呢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 怎么办了 我也不知道 还能不能继续 跟你待一起 我认识你一年多 我也是投入了感情的 你带给我过惊喜 但是也让我对你 彻底失望过 你张嘴闭嘴就是谎言 我分不清你说的 哪句话是真的 哪句话是假的 如果你连最基本的信任 和安全感 都给不了我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 咱们俩应该怎么走下去 我一想一下啊 如果分手的话 这个能给人把这个装修的钱 退了吗 我是想今天过来和他解决问题的 这些问题我没有想过 如果分手的话 因为已经装了一部分了嘛 花了一些钱了 这个可能花了个三四万 四五万的 就退四五万行不行啊 我觉得如果说 真正分手的话 房子今天是他们家的嘛 庄修飞应该全国退了 因为房子我不住啊 谢谢两位啊 请回请回 希望这对嘉宾朋友 可以在门后 好好地考虑一下 不能做到双方相爱 至少可以真诚面对自己的内心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视频 同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大家可以登陆抖音 搜索爱情百味站的官方抖音号 我们会在每周二三四的晚间 八点到十点 以及每月十四号的晚间 七点到十点 开通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 将和大家在线互动 解答您的情感困惑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对嘉宾朋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对嘉宾朋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这个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至少他们都面对了 这对年轻人的故事 给我们一个警醒 如果离开了爱 所有的情感 尤其是要进入婚姻的那段情感 是不可能成立的 真诚面对 绝不急功近利 来 了解一下